NBA官方宣布,安东尼加盲火箭目前尚不能完成,需要等到老鹰与雷亭涉及到的交易球员期间没问题后,安东尼方能达成买断合同, 这笔交易是三对交易,老鹰,76元,以及雷亭三方交易,雷亭得到了士罗德和卢瓦乌,老鹰则是得到了安东尼与贾斯汀安德森以及未来得手了权秀权,对于安东尼加盲火箭是火箭球迷非常关心的话题,尤其是本赛季勇士的引员,将火箭总经理莫雷坐不住了,他们本赛季的引员,可以说是雷声大于点小, 基本都是角色球员,唯一的大于就是安东尼,目前再次遇到了阻碍,莫雷曾经不止一次的表示,肖华对于勇士过分纵容,勇士的引员让其他球队很难有能力去竞争总冠军,他们应该管理这种降薪加盲的问题,科尔对于莫雷的其他球队经理的表现,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,他表示安东尼加盲火箭也无法撼动勇士的地位。